7月29日,澳大利亚公开赛各项决赛不断进行,其中刘诗文和丁宁的比赛无疑是最具有看点的一场比赛,最终经过期局苦战,刘诗文以4比3胜出,说到解说,就不得不提杨颖,比赛中杨颖也是与不惊人死不休。 关注了他一贯的张口就是惊天之语的传统,这场比赛中,杨颖说了两段比较有争议的话,一段时预测刘诗文这场比赛,不一定能笑到最后,另一段就是说丁宁和刘诗文打球没把步歪脚,可能退役后想到自己髋关节划骨受伤,就是被刘诗文打的,杨颖作为央视体育频道的专直解说也有好些年了, 据说还去北大锦修过,不过好像多年来了一直没有太多的进步,之前就是特别喜欢乱用成语典故,分析比赛大多就是什么心理素质不行之类的。 这次刘诗文和丁宁的比赛明显能感觉到了阳影偏向于丁宁,每次刘诗文打出连续得分就会给丁宁支招,丁宁落后时候,多次说丁宁有任性能抗,是大满贯,奥运女大冠军什么的,一场国拼顶级对决,被他这么一解说,真的是大杀风景。 最搞笑的就是第三局结束,刘诗文面对丁宁的开始发球,处理不到位丢掉一局,最后一球刘诗文在相吃中多次调动丁宁后却自己失误了,此时阳影就说了,丁宁与刘诗文打球没法不挨脚, 个个都是大角度,跑着跑着就摔脚了,打着打着右腿大胯就拉伤了,刘诗文的球角度大速度快,所以我觉得丁,宁腿一十年以后以后,左腿宽关节胯部,一直有伤就会想起一个人,就是刘诗文。 到年刘诗文给自己打得快步都坏了,不知道大家听了就对话有何感想,我怎么总觉得那么别扭的,歪脚事件过去也有几年了,当事人双方都早已忘怀,而你觉得此时此刻面对如此多的观众,再提起来说有意思吗? 那个打坏跨骨,是段子吗还是调侃?真心理解不了这么高级的段子。